一个家喻户晓的王国之君,昏庸无能却天性乐观,连诸葛亮都扶不起刘禅,刘禅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作为刘备的儿子蜀汉最后一位皇帝,但是这位皇帝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落了刘备的面子都说虎父无犬子看来也不尽然。 刘备死后刘禅作为蜀汉的后主他一如既往地对诸葛亮敬重遵从老爹的话,拜诸葛亮威亚父还让诸葛亮以丞相的名义掌管国家的行政和军事,而各地的军方事务都由诸葛亮所管辖或许,也就是有了诸葛亮这样的能人,这位皇帝才可以在乱世中放心地享乐诸葛亮时乃是治国良才, 他首先对蜀汉朝廷的内政进行了整顿,而后鼓励子民发展生产,重视农业让人民休养生息,而后国父民强如此,才有了前往南方平定叛乱的基础,在这诸葛丞相的劳心劳力下流产的小日子,过得到还真的是有滋有味,基本没有什么值得他忧虑的地方之后,南方的叛乱被平定后诸葛亮准备主动北伐, 当时的曹伟的曹批驾崩,他的儿子曹瑞继位后赶紧调动兵力抵抗蜀汉的大军,这个曹瑞的才能比起流产高了不止一点点曹瑞,可以说是诸葛亮最大的对手了,根据历史记载这位皇帝,在诸葛亮五次讨伐陶尉的战斗中都做到了一一化解,然而三国中只是记录了的司马尼的功劳, 对曹瑞未曾提及这就有点,过散了在诸葛亮最后一次出征中,因为基劳成疾,最后病死在军中。 这位蜀汉的开国忠臣,为了蜀汉也是尽心建立无奈流产真是个扶不起的人。 话说蜀汉自从诸葛亮去世后,朝中的一些奸臣,就可以不受挠得出来搞事情了。 虽然诸葛亮临终前建议流产任用蒋婉,未相然而蒋婉这个人管不住流产,流产对他的话也是不会放在心上放纵的生活,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的变本加厉。 蒋婉之后去世后由沸衣辅佐流产由于此前北伐已经消耗了过多的国力,蜀汉现在已经没有精力再去北伐了,所以沸眠辅佐期间,蜀汉和曹魏之间,没有什么大的战争流产,借此又过了几年快乐的时光。 之后江维继任了大将军江维,作为诸葛亮的接班人,自然要进诸葛亮的遗址,一直都把重心,放在北伐上这时候,宦官皇号,趁趁机,得到了流产的宠爱。 对流产是百般的奉承流产,对他这一套很受用皇号,也借机掌握了朝中的内政大权。 江维看到流产对溜须拍马的人这么重用,私下跟流产商量说要撤掉皇号,然而流产却说,皇号只是我手下一个跑腿,得为什么要为这样的一个人烦心呢? 江维见此只好作罢,皇号见到流产对自己不会拍忌,于是就大胆地在朝中拉拢结盘。 江维看到这样的情况,未免自己此前的罪皇号而导致杀身之祸上奏流产,远离了朝,停就这样蜀汉朝中正值有才的人基本都走了,剩下一帮乌合之众。 在流产的纵容下维所欲为蜀汉就此走向衰落,曹魏经过几年的筹备,终于向蜀汉发起了攻击。 此时的蜀汉已经没有能人,可以抵抗曹魏的大军很快曹魏大军就攻到了成都。 流产看到这样的形势,也不想继续反抗了乖乖举了白旗,当时的流产并没有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害怕他见到曹军对自己还不错,竟然也是继续潇洒自在的过日子。 当时的司马昭,看到这位王国君主胸无大致,知道此人也是没什么威胁此后,他让人弹奏蜀国的乐曲。 当时袭上很多来自蜀国的人,听到这熟悉的音乐想着现在是国破家王,纷纷山然泪下反观流产。 他听到歌曲非但没有任何悲伤,竟然继续嬉皮笑脸,此情此景不知刘备作何感想。 幸运的是刘缠,也因为这样,逃过了一命这样一个君主不知是说他乐观还是缺心眼,不过他也借此安稳,度过了余下的时光。